大家好 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曼城逆轉線性維拉 星期四凌晨英超第32輪 曼城作客對阿士東維拉 上半場開場21秒 約翰麥真恩率先破門 貝拿到斯華先助攻菲爾科頓攀平 之後助攻洛迪蝦蘭迪斯入球完成反超 紅牌方面史東斯被罰 到了下半場 卡薯兩王變一雄亦被罰離場 最終曼城2比1逆轉戰勝阿士東維拉 比賽只開始在21秒 屈堅斯助攻約翰麥真恩率先破門 阿士東維拉1比0領先 到了19分鐘 馬列斯禁區邊上低射被D.馬天尼斯沒收 到了22分鐘 貝拿到斯華底線傳中 菲爾科頓後點推射攀平比分 反正這時和阿士東維拉打成1比1 到了24分鐘 小範圍傳低 最後菲爾科頓禁區馬賽回旋射高高出橫量 到了28分鐘 艾達神開球就滑倒了 積及藍絲小角度抽射射到B網上 到了40分鐘 貝拿到斯華跳傳 諾迪哈蘭迪斯門前跳高用頭槌入網 在這時曼城和阿士東維拉打成2比1 到了44分鐘 史東斯中場防守動作太大 球證看VAR之後罰他一張紅牌 上半場結束曼城和阿士東維拉打成2比1 之後換邊再戰 去到51分鐘 道格拉斯·雷斯遠射被艾達神沒收 去到57分鐘 卡殊防守菲爾科頓犯規拿了第二張黃牌後 就被罰離場了 去到65分鐘 先珍谷嘗試一腳遠射 但偏離目標 去到76分鐘 根道簡主射罰球宮門 輕輕高出橫量 之後的比賽中 雙方都無法改變場上比分 最終全場比賽結束 曼城2比1逆轉戰勝阿士東維拉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BGM BG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